兜兜转转又用上了Bootstrap框架的CSS,做外贸独立战引流的人,都想让自己独立战与众不同,那么自己编辑CSS层试表是必不可少的,但我学习几年的CSS语言,最后还是不得不臣服于Bootstrap的CSS。 为啥?自制的CSS,每次各个主流的浏览器升级后,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,尤其自制的CSS,网页版和手机版要同时显示正常,那就很难调,不想再浪费时间了,力求简单。 那么,重新用回Bootstrap框架和CSS层试表,自己的网站不会再标新立异了,与全世界大多数网站的框架一样了。 2 seu师 真是 2 按 2